大家好,我是漁夫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由這一個Socialmosis 所提供的一篇文章 它是說 如果一張圖 勝過一千個字的文章 那麼這一個影片 它對於市場行銷 到底有什麼樣的幫助 這裡有兩個 重要的統計數字 一個是Incivia 所提供的是認為 這一個影片 已經是變成了 2012年 成長最快的廣告形式 另外一個根據 Comport 的分析 大概 每天有一億人 觀看這一個 線上影片 那麼第一點,它認為說 這樣子會增加你 這個行銷內容 成分的豐富性 所以呢,這裡有一個統計數字 它是說 如果 它是 觀賞者 如果是有95person 如果是用影片的話 就有95person 他們對這個資訊會比較注意 如果只是練文字 大概只剩下了10person 所以 如果你所使用的廣告內容 是影片的話 那麼大概 增加對話的 距離 平均會超過40% 那麼 另外呢 如果是新創公司 那麼 用email行銷的話 會增加67% 的浮動率 第二個 這個 用影片行銷的 重要的是說 這一般的消費者 他們 寧可跟人說話 不是要跟機器 所以這裡有一個叫做 Powtun 他們的統計發現 如果是 小企業或者新創企業 他們在 他們的社群媒體活動當中 如果是增加了影片 那最後大概可以增加60%到70%的浮動 對於大型的企業來講 如果使用影片的話 這個 Fortune的500大公司 報告說 如果他們使用影片的話 對於寄存的消費者 他們大概可以增加75% 跟他們之間的這個互動 再過來一點就是 不要讓你的影片呈現出一種 無聊平板無趣 所以他這裡主張說 大部分公司的經驗呢 是認為 如果你能夠 使用 大膽的使用各種影片的創新的話 那麼 就可以增加了非常多的這種 跟他的消費者之間的互動 最要簡單說 雖然有圖有真相 但是 無聊最大聲 最重要是我們的道路 得下去看看 好 好 感谢观看